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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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愛國民的家人 大家早上好 因為早上剛起床 所以要用這樣的方式開一下賞號 我是來自於台北中路中心的玫瑰大師林靜麗 非常感謝公司給我這次的機會 來幫大家做會員分享 那我相信有一句話大家應該都非常的熟悉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鬧鐘 而是偉大的夢想 那我想要改一下 在成功學院呢 第二天叫醒我的不是鬧鐘 而是跟我一起志同道合在愛多美這條路上打拼的夥伴 大家說是嗎 是 好 那藉由大家的雙手 給在你身邊一起跟你齊心合力打拼的夥伴 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並且跟他們說 有你真好 OK 在接觸愛多美之前呢 我跟我阿姨是合夥在進行一間網路的行銷公司 因為我們早期算是 滿早就踏入網購這塊市場 所以在早期獲利其實都還不錯 但是大概在七八年前 越來越多人看到網購這塊大餅 也跟著進來去做這樣的競爭 後來我就發現了一個危機 大概原本我開發一個產品啊 原本利潤好的生命週期大概至少有一年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人的進入競爭 慢慢的我的獲利生命週期 簡短成半年三個月 甚至到後來 我開發一個新的產品 上網賣得不錯 不到一個月就有類似的產品 甚至是一樣的產品 出來跟我競爭 那想當然了 到最後只能淪為什麼 價格戰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思考 我到底有什麼方法去改變 那後來我找到了兩條出入 第一個自創品牌 那第二個部分呢 找一個獨家的總代理 只有我可以賣 但是我想請教大家 不管是自創品牌 或者是獨家總代理 有一定保證賺錢的嗎 沒有嘛 那第二個問題想請教大家 請問大家覺得 要投資多少錢呢 那不管是多少金額 絕對不可能是50塊錢吧 最少也要50萬 甚至要500萬 所以那時候我就維持現狀 也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那接下來就是我遇見 愛多美的羅曼史 在一次應援祭會的時候 我女朋友突然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她說阿力 我聽到一間感覺不錯的 滿有上機的感覺 她對方跟我說 只要50塊不用月銷 就有機會月入百萬 那時候呢 我心中浮現了四個字 詐騙集團 然後我跟她說 欸寶貝不要急 欸那個 你先回來我們討論一下 然後我先研究一下 那還好感謝那時候的我 因為現在的網路資訊非常方便嘛 你隨便要搜尋什麼資料很方便 打關鍵字 愛多美缺點 愛多美陷阱 那時候老實說都找不到什麼問題 那我也去什麼財政部 去看到底愛多美這間公司 有沒有合法申報 那說老實說也有 所以後來才跟那個陌生人約了碰面 那在當下聽了 真的覺得還是不可相信 不可自信 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因為我女朋友那時候也在經營前直銷通路 傳統的直銷通路 我不相信有這麼好康的 所以在那時候 猶豫的時候 我一直在翻那個營運規章 然後我女朋友在旁邊說 你到底要翻多久 對 但是因為我真的不太相信 那甚至其實我那時候 在家裡做功課的時候 我有在思考 這個董事長這樣的制度很厲害 那如果我自己來開一間公司 也用這樣的制度 可不可以 但是後來想了想 我覺得這樣的制度架構在一個前提之下 就是真的擁有絕對的品質 絕對的價格的產品 大家都說對不對 對 所以那時候我思考 我並不是一個什麼自己有工廠的人 我只是一個貿易商 更不用講 我沒有所謂的國家的背景支持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 好那就花50塊來跟他合作看看 但說老實話在初期的時候 我跟我女朋友還是都在忙自己的本業 並沒有特別琢磨在愛多美這一塊 只有分享給幾個好朋友 但是在這半年的時間 那些好朋友陸陸續續跟我們回饋分享 愛多美的產品真的還不錯耶 CP值真的很高 然後又加上我們的本業 真的也遇到真的一些瓶頸 所以在半年後 我們才開始又認真的研究愛多美這間公司 它的制度 然後我們決定來跟它放手一搏 那在我第一年兼差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用兼差的方式 白天還是忙自己的公司 晚上假日再經營愛多美 那在這一年過程 後來為什麼我決定 一年後把公司賣掉全職在愛多美呢 因為在這一年中我觀察到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 很多人為什麼會加入傳直銷 說老實話 都是為了要有一份被動式的收入 那在愛多美 如果你用傳統的買賣業的思維 來做愛多美 用傳統直銷的思維來做愛多美 你絕對會覺得愛多美賺不到錢 而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三個月半年就離開了 但是我在後台的下限購買名戲裡面 看到了一點讓我眼睛一亮 大家有看得出來我眼睛有亮了嗎 我可能看不太出來不好意思 我看到雖然那些離開的人 但是他居然還持續回來買愛多美的產品 這讓我看到了商機 真正的商機 因為不管在什麼行業 所有的老闆都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顧客能夠持續的自主的回購 而愛多美真的做到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我看到什麼 因為那時候在剛剛加入 那個董事長說 我就是有絕對的品質 絕對的價格 然後我會行銷到全世界去 那時候因為剛 2014 年 那時候剛落地台灣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們心中還是有一個大大的問號 老實說 但是在這兼差的一年 我發覺真的董事長所說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一步一步的照著他的目標前進邁進 所以在兼差的一年之後 我就決定 好 把公司賣掉 全職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在愛多美打拼 這就是我遇到愛多美的羅曼史 然後在這 從 2014 年到現在 我們打拼的過程 2014 年因為一開始 其實什麼都不了解 連第一次碰獎金花了三個多月 碰了700塊獎金都不知道 所以 2014 年 愛多美給了獎金不到 可能一萬塊都不到吧 幾千塊 但是從我們開始努力之後 2015 年 愛多美給了我六十幾萬 2016 年 愛多美給我了一百六十幾萬 2017 年 愛多美給我了兩百多萬 到去年 2018 年 愛多美給我了超過三百二十萬的獎金 大家覺得這樣的付出是值得的嗎 對 那 我在這邊 因為時間有限 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覺得我帥嗎 當然我不會像昨天的那個王冠大師說 請大家說十次 因為我時間只有十分鐘 好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事實上 在以前的我 從起床到出門只要十分鐘 因為什麼 我起床只要刷牙 衣服套著就走 從來不需要洗臉 更不用講什麼保養品 所以我以前的臉是非常糟糕的 就很像昨天王冠大師分享的那個 這樣子的那個 右邊的那一個 好 但是 後來在愛多美 我覺得我們身為一個愛多美的精英者 我們就是要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最佳的代言人的角色 所以請問大家 你沒有理由不用愛多美產品吧 對吧 當然 身為最佳代言人 你也必須要了解愛多美的公司 愛多美的制度 對 我覺得這個是身為愛多美經營者 要成功的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成為一個最佳的代言人 好 那 因為我時間剩下最後一點點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會遇到跟我一樣 當初的問題 在我一開始兼差的時候 我母親非常不諒解 覺得我好好的公司 經營好就好 為什麼我還要再兼差 而且還在選擇直銷 甚至到後來我全職做之後 我曾經我母親跟我說 她朋友在問她兒子在做什麼時候 她說不出口 她講不出口 因為她覺得非常的丟臉 甚至到後來 我已經成為自動鑽石 一個月十幾萬的收入的時候 我母親說 那你要不要回去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愛多美當作兼差就好了 對 但是 雖然她這樣子的反對 但是我還是持續在這條路上繼續的奮鬥 到後來 我母親有一次突然就跟我說 兒子 我非常以你為榮 我相信天上的父親也一定非常以你為榮 我相信非常多伙伴一定也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用我這樣的故事 在最後跟大家分享其免 一定要堅持你所相信的 愛多美絕對可以帶給你所想要的 甚至超乎你所想要的 好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真的很想繼續跟大家分享 但是沒辦法 留到下次了 謝謝大家 我是愛多美的代言人 玫瑰大師林靜麗 勞 mind 勞